我們發現櫻花貝文貴對我們台灣很重要 但是他們卻在台灣快消失了 我們想要各班宣導 教導櫻花貝文貴會滅種 以及櫻花貝文貴的生態 我們知道櫻花貝文貴的習性 我負責做故事跟做簡報 這樣才能讓大家更了解櫻花貝文貴的歷史 或他們遇到的問題 我們負責畫櫻花貝文貴 你會把它貼上PPT上介紹櫻花貝文貴 櫻花貝文貴 櫻花貝文貴 櫻花貝文貴現在因為藍沙巴 所以沒辦法到上游傳染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移工 然後那些不能走的路 就像是藍沙巴一樣 然後最後走出去就可以 像櫻花貝文貴一樣 找到我上 我覺得我們可以到班級宣導 讓大家知道保護魚類的重要性 不得想問專家 問專家我們不知道的問題 因為我們不太了解 因為外國玩規 賺來的地方 就是冒利 大家都以為 大家都以為 魚類減少原因 大多為天災 但是我發現 老師有講說 那個 減少最多的是 是因為 過於捕捉 就是擴大漁業的保育 然後查看海鮮指南 然後告訴別人哪些可以吃 哪些不能吃 大家都知道 我學到各種動物與生態的重要性 每個動物都非常重要 中華海豚的 但是當時我還沒體會說 中華的重要性 每一種動物是尚唯一的那一種 我們不能傷害牠 原本以為牠只是一般的鱗魚 結果我查了之後 我發現牠是因靈絕種的 所以很相同意 我們應該從小就要學到 要如何保育魚類或保育其他生物 因為生物跟我們有同等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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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幾個女生 我會為你喜歡吃牠們的 確實不可以吃牠們